近日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班禅·额尔德尼去基捷部 圆满文成为期三个多月 在藏学习调研和佛式活动 在拉萨 班禅参加了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年大会 参观了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成就展 由衷称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西藏发生的短短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藏各族群众的特殊关怀 和对藏传佛教界的殷切期望 在纳曲和日喀泽 班禅来到一些海拔高 地处偏远的寺庙 讲经传法 为僧众摸顶赐福 在扎实伦布寺 班禅顺利通过立宗达变考核 获得藏传佛教 显宗最高学位之一的 嘎亲学位 达变过程中 班禅引经据典 伊礼薄熙对答如流 在场八百多僧众 纷纷表示幸福和敬佩 班禅主持召开 中国佛协西藏分会 有关会议和教义产事活动 他号召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高举爱国爱教 护国利民的光荣旗帜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努力为促进西藏宗教和顺 社会和谐 民族和睦 贡献力量 贡献力量